我們剛剛已經簡單的講了一個HTML Server 現在的Web Server跟HTML Server只差 可不可以顯示一般檔案和圖片 所以我們的完整Web Server必須要處理比較多的不同的檔案 在這裡我們使用了幾個韓式庫 一個是PASS 這是系統本身就有的 FS Firesystem也是系統就有的 Query Stream也是系統就有的 另外Express這個是要再額外安裝 這個不是系統原本就有的 額外安裝我們要用一個叫NPM的指令 最後我們建立一個Express的物件 然後開始做Listen就可以 對 那這裡所用的手法就跟上面的不太一樣 因為這裡有引路Express這個套件 那Express這個套件大概是 就是所有Node程式裡面最常使用的一個套件 它很重要 我們這邊有一個response 它的做法跟剛剛還是一樣 就回應200OK 然後把一個文字 文字檔輸出 而且你可以選擇它是HTML或是存文字 那接下來這裡這個APP.get 這個就是那個Express套件的功能 然後我們建立這一個物件之後 Listen然後呼叫Get Get 新號 然後這裡是回覆函數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不管得到什麼樣的路徑 然後我都呼叫這個函數 然後呼叫函數的時候 我先取得路徑 然後用檔案系統的這一個物件 FS去取得這個路徑裡面 到底是一個檔案還是不是 那如果是個檔案的話 那我們就把那個檔案給開啟讀起來 然後傳回 那預設我們認為它是一個HTML的檔案 那如果是一個目錄的話呢 那一般來講 你一個Web Server遇到一個目錄 它預設會做什麼事 早期通常都會把整個目錄 給丟出來在網路上 然後變成超連結讓你點 但是這種做法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處就是你可以看到任何一個檔案 壞處是什麼 壞處就是你的檔案都被看光光 安全性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這種做法是有比較彈性 但是安全性要小心 那我們不管我們先做一個 先做一個可以把目錄裡面 所有檔案通通都變成超連結的方式 所以我就把這個目錄打開之後 然後去讀取這個目錄 然後它會傳回每一個檔案 傳回每一個檔案 那我對這個每一個檔案 通通都把它加到HTML裡面變成一個列表 然後最後再加上BodyHTML去結束 我這個Body怎麼少了一個斜線 不過好像沒有錯 應該要再加個斜線才對 OK就這樣子 那我們來試一次 這一個程式 不過這個程式可能要先安裝Express 我不確定我們這邊是不是已經有Express 我來試一下 剛剛我們是WebServer這一個 我把它解壓說一下 好,這裡是我們的WebServer 這是WebServer Sync 這是WebServer Async 我們現在剛剛講的那個是Sync的版本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WebServer Sync 同步的版本 那這個同步的版本 這裡少了一個斜線 不過好像一般的瀏覽器還是可以容忍 好,這樣子我們來執行一下 有個問題 他說 cannot find module express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用到Express這個套件 但是這個不是系統預設的套件 它是需要安裝的 所以我們要安裝 怎麼安裝呢? npm install express 好,這樣它會去npm的官方網站 npm是node的套件管理 套件管理 管理員 那它可以去npm的官方網站 把你所指定的這個套件給抓回來 它每一個套件它會自動記錄說 到底這個套件要使用到另外的哪些套件 它都會抓回來 好,那抓回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這個npm就安裝完 那你稍微看一下 DIR一下 你會發現它多了一個叫node module的東西 node module裡面有什麼呢? node module裡面有Express Express裡面呢 有韓式庫 OK 有很多的JS檔案 有 router的JS檔案 有 middleware的JS檔案 所以它其實是一套東西 一整套 有一個index.js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package.json 這個package.json呢 就是我用來指定說我這個套件的名稱啊 敘述啊,版本啊,作者啊,貢獻者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Express的貢獻者 好多個人 然後呢,關鍵字,搜尋的關鍵字 OK 接下來repository 就是這個Express到底它是放在哪裡 你可以注意到它其實是放在Github上面 放在Github這個網站上面 大部分的node的套件幾乎都放在Github上面 然後呢,授權是MIT授權 MIT授權 它相關的套件有access passurl 好,這後面是它的版本 1.0.1 pulse addr,range pass 所以Express其實是一個不小的套件 它裡面牽涉到的其他套件不少 OK 那這每一個套件可能又會牽涉到其他套件 unode的npm它會一路抓下去 OK 所以你安裝完之後它會整個全部安裝好 那開發版的dependency就會有這些 那這個應該是一般版正式版 這是開發版 好,那node的引擎呢 是要大於0.10才可以用這個套件 它的square就是測試的方式 然後readme 你要看它的readme訊息 bugs 這是應該是目前的bug 目前的bug的列表 好,它的官網 OK 每一個套件 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寫套件的話 你用Express 就仿造它這種模式 你要寫一個json package.json 那其實Express本身它還有一個 現在已經被獨立出來 就是Express的一個 innegator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個可以讓你 就用很簡單的指定 就建出一個套件 這後續我們再看 那這邊有它的readme 通常會 如果需要 需要 需要進一步參考 會從這個readme稍微看一下 好,那 OK,這樣子好了之後呢 我們應該 再來執行一次 Web Server Sync 這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執行了之後 它問你 防火牆要封鎖 你要不要允許存取 那我們當然要允許存取 那我們當然要允許存取 否則的話 這個Server就會 止行失敗 所以要允許存取 好,允許存取之後 我這個Web Server啟動 啟動 啟動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裡 好,我們現在進到這一個的根目錄 你會看到 我們有hello.htm 有index.htm 它都把它列出來 對不對 有node.htm 那我進index.htm 它就是讓你跑到hello hello.htm 就說hello,你好 好,那這個node.htm 是一個 我後來再設計一個 用node 用node設計一個記事本 所用的一個樣板 那 這個是我們的 JavaScript的程式 那 這邊 當不出來有些問題 我們沒有考慮到這種格式 OK 我們沒有考慮到這種格式 所以它當不出來有問題 那這邊有node module 你點進去都還可以看到裡面的內容 好 不過好像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它出來的內容怪怪 好 OK 那這個是我們的webserver 我覺得它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第一層是對的 第二層以後我覺得是不對的 所以那部分可能得再修正一下 好 那各位先看一下我們的這一個程式 那我已經把它上傳到社團裡面 社團裡面 請你看一下這個webserver.zip 你把它下載下來解開 記得要用npm去install express 然後再開始做執行動作 或者是你先執行你會發現失敗 就要安裝express 那請各位試試看這一個程式 然後仔細看一下它的寫法 webserver.sync 也請看 我們做一個是有關的 有關的 這個是有關的 是可以看到的 非常之一 是可以看到的